今天我们准备去爬山 虽然说是爬山当然其实是走路的 很神奇的一点是什么呢 因为前两天的LA其实是下雨下到爆炸的 我看这个天气预报呢 前两天是100%的下雨量 可是你看今天的蓝天 实在是太漂亮了 为什么我突然讲话这么大声 因为风太大了 可是一点都不冷 因为阳光太温暖了 Oh my god 你们知道什么发生吗 我们的车子爆胎了 车轮爆掉 给大家看一下 扁了 整个扁了 通常呢爆了轮胎之后呢 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勉强来到了 这个维修车轮的地方 想要冲气然后驾回家都不行 这里烂得太多了 没有车轮了我们 看起来 看起来 看起来没有车轮了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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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我们没得爬山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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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怎么办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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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一辆Uber 因为我怎么样都不会放弃我今天的爬山之旅的 终于到了 太阳已经比较下山了 可是我反而现在觉得 可能是天意 我们刚刚抱了轮胎 因为如果刚刚2点钟走这个山头的话呢 有可能会把自己烧焦了 下午太阳还是挺猛烈 爬山的同伴还有他 他叫豆腐 长得像豆腐 豆腐已经走不动了 迷路了 好左还是右 左边 右边 右边 选哪边好呢 现在是左边 你看 人都是从上面下来的 人家都已经走完了 下来了 我们才刚刚走上去 不过没关系 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可以看到日落 好多仙人掌啊 这就是在香港 爬山不会见到的东西 其实在香港有一段时间我也常常去远足 当时还是挺健康的 可是后来呢 懒惰了 今天这样子挺好的 一边自己走路爬上坡 一边自己走路爬上坡 同时跟你们讲话 练习我的肺活量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好漂亮啊 啊 虽然我们来到的时候 太阳已经没了一半了 因为我们走的太慢 可是 原来真的这么好看的 上面的风景 我估计我们应该要 比较快速的下山 因为现在呢 这个太阳已经整个没了 不赶紧下去的话呢 会有一点点危险 天真的黑得很快 很恐怖 现在已经很黑了 可是我估计我们还在半路上 我不知道大家还见不见得到我 这么黑了 你看 街灯都亮了 这个 前面的路是完全无光的 终于下来了 我们这一次的爬山的经验 跟我上一次几年前在LA爬山的经验 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几年前呢 那个天气是很干燥 然后当时可能我是上午爬的 所以呢 我并没有觉得下来的时候 我有一点点害怕的感觉 可是刚刚呢 天又很黑 而且 前两天这个下雨呢 让地上的泥 全部都变得很滑 然后 那些台阶都消失了 累死我了走下去 因为我很怕跌倒 所以走下来真的很困难 我觉得下来比上去要难太多太多太多了 我经过这一次经验呢 呼吁大家下次去远足的话呢 一定要尽量早一点的时间 天黑走下来真的很恐怖 然后呢穿对鞋子拜托 现在我已经很饿了 准备去吃东西了 下次再聊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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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